天氣越來越冷 試辣之人經常說吃辣後整個人亂粒粒 不過如果是小朋友的話 到底有沒有一個標準說幾歲開始吃辣才好? 而科專科醫生李卓翰就會分享對於小朋友吃辣的意見 還會教加上一個快速幫小朋友解辣的方法 我想吃辣的食物可能跟喝酒一樣 令人突然刺激他 令他新陳代謝飆升 從而產生熱力 這就是一個短時間內令到你增加熱力 但是否一個適當的方法就堅人堅知 你看一下民族性 例如中國或韓國的地方都喜歡吃辣的 因為他們的地方真的冷 吃辣刺激多一點 產生多一點熱力 當然 但這不是一個持久方法去產生熱力 所以如果你想身體暖 就不是不斷不斷去吃這些新辣的食物 而是真的穿上衣服 其實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看你的文化 看你的家人是否吃辣的食物 正如剛才所說 有些地方他們真的從小到大吃辣的 譬如香港人又不是習慣吃辣的 從小到大都不吃辣 就是沒有說誰對或不對 當然要留意一件事 吃辣是一個雜性 慢慢越來越適應 可能會越吃越辣 太辣的東西大家都知道 對腸圍是真的刺激性不好 還有可能有些機會 會增加癌症的機會 大家要小心 因為它會影響到味蕾 麻痺到味蕾 一直有辣的感覺 如果你要快速消除它 就不是喝水 喝水清除不了那些感覺 很多時候喝奶 喝奶便可以很快將辣的感覺消除 作詞 李宗盧 李宗盛 照片